躲在一旁,我看你活着,看着你有幸福,有快乐。 你要知道,我现在只有这么一个希望了。 明天有一架飞机开往上海,这是确确实实最后的一架了,以后没有了。 这有一架黑石飞机票,不记名,不编号,你收下它,赶快离开这。 你自己为什么不走,我吃得起苦,我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,你自己走吧。 我忍着这么多年不见你,我忍着这么多痛苦不跟你说, 今天,我违反了自己发的事,来见你,就是要求你这件事。 你居然忍心跟我说,你自己走吧,我故意来讨好你,还是到你跟前来做戏。 欣雅,你以为我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吗? 我也不是。 别人可以看清我,你可不能看清我呀。 快点收下这飞机票,明天就走,到重庆去,跟郑小姐结婚,快乐,勇敢的奋斗下去。 快收下,再不收下,我就要跟你跪下来了。 习姐,我不走,这是你的票,我不要。 到现在你还要跟我奔离,我,你好心狠的。 欣雅,走在你,不走也在你,有一件事我必须现在告诉你,藏在我心里太久了。 我不说出来,永远在你心里头是一个黑影子,你永远不会知道汤学姐是怎么样的爱你。 大哥,不要说了。 当初,汤学姐答应跟你一同到南方去,是我在动身之前跑到他那儿,间接地阻止了他。 他求我带他去,我不答应,我求他别走,他答应了。 就这件事情,你永远误解了他。 你跟我有什么仇? 你说呀! 你原谅我,我对不起你,我也对不起汤小姐。 随便你怎么样处置我,只要你永远不再误解汤小姐,只要你明白她是怎么样一个女人。 西雅,你忘了太行山下贺大哥怎么救你的,快放手。 西雅,如果你还爱我一点,你就走。 西姐,西姐,西雅。 大哥,你拉着我做什么呢? 为了爱护你,我跟汤小姐都是为了爱护你,我已经答应她,负责送你上飞机。 喂? 什么事? 他们已经进城了。 西雅,快点进来。 西雅,快点进来。 妈,来了,来了,来了就好了,来了就好了。 妈,妈。 妈,哎。 她总算听话,到重庆来了。 你要是再不来啊,我们这位小姐把家里的东西都快要摔光了,没事啊,就找东西。